老张什么东西啊 这是小米刚刚发布的 红米A27U 口号Type-C版 卖1400块钱 这价格怎么样 我靠红米就是 性价比杀手啊 红米现在在我心目中就是 最佳苹果配件制造商 耳机也是 然后它的显示器也是 这不是自己买的 这是红米的小伙伴 早早就给我送了 一直没空玩 小的电源适配器 120瓦 这个机器可以反向 一线连给你的设备 90瓦的供电 理论上非独立显卡的笔记本 都可以一线连 直接给你的笔记本供电 这是它的一个支币 Type-C的一线连的线 一根HDMI的线 没有给BP的线 显示器的IO的一个盖板 底盘啊 这就是纯钢板啊 说明书 这是它的一个显示器 校色报告 每一个显示器 可以对应一份专门的报告 它的DCI-P3的广色域覆盖 可以达到95% DataE小于1 我这台实测 DataE是0.82 每一台都是出厂 就校色 DataE是越小越好 它的参数 你一看就明白 它其实是 就是标准和苹果屏同色来的 好 你都到这了 我就先带大家看看这个接口吧 这是DC接口 然后它可以支持一个耳机输出口 两个HDMI 2.0 一个DP 1.4 然后一个全功能的Type-C 通过Type-C连你的设备之后 可以拓展出两个USB2.0的接口 接键盘鼠标 这样省的把这个键盘鼠标 接到电脑上了 来吧 给大家弄上 看一眼 这个可调节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上下是带有滑轨的 然后是可以旋转的 这个可以啊 并且是 看 很多是只能单方向旋转的 它是左右都可以旋转 OK 就是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竖屏 谁家的面板不知道啊 4K 27寸 所以是最黄金的 大家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现在大家期待最多的是 为什么红米不出一个游戏显示器 因为这个刷新率是60赫兹 所以它很显然色准又非常高 它的定位 它给自己的定位 其实是一个专业设计显示器 但是小伙伴们就说了 说我买红米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打游戏啊 我们臭打游戏的 希望的是红米出一台 27寸4K 144赫兹 或者165赫兹 185赫兹的显示器 然后色准不要那么的高 SRGB 85% 能看就行了 小米得听进去啊 老张 是不是因为高刷的屏会贵很多啊 不是高刷屏贵 是高刷和色准 是一个互斥的项 就是这两个项目 你的显示器理论上只能占一个 你不可能两个都占 咱们说苹果的显示器 有一台是144赫兹 也没有一个 对不对 它哪怕是5K的 8K的 4K的 都是60赫兹 是因为 苹果也想让色准 是它的设备的第一大因素 OK Redmi 然后我来一线连 来连我的Mac mini 什么都没动过 第一次插啊 自动开启high dpi OK 60赫兹 然后可选30和50 然后它默认是启用的1920乘以1080的high dpi 然后色彩描述文件自动可以调用小米monitor 它是出厂校色过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苹果的小伙伴 你呢就可以进入菜单 图像模式 色彩空间选择 DCI P3 这个时候就是跟苹果同色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还可以打开HDR 这样调节完之后 基本上你这个屏幕就是完美为苹果设计的拉 OK 好 这时候咱们再到菜单里来看一下 这里就会出现高动态范围 很多显示器在Mac下开启这个高动态范围之后 画面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你看人家是不会的哦 OK 随后我给大家看几段这个实拍屏幕的视频 我觉得这种高色准的显示器 没有必要老这样大费口舌来给大家讲 大家自己看就好 然后这个显示屏最大的优点 就是价格 足够的便宜 1399块钱 然后是个27寸的4K显示器 咱要非说 那它就是刷新率只有60凳子 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对它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典型亮度只有300尼特 很多人会说这个显示器不够亮 好了 这就是老张本期给大家体验的 红米A27U Type-C一线连板 如果大家之后还想看老张给大家体验什么新产品 或者让老张给大家整活 让老张给大家汤雷 欢迎在评论下方给老张留言 然后记得关注老张 下次再见 拜拜